这是一个强势股,东岳公布了业绩 不过昨天就有一个配股的消息 配股就是集资33亿 配售价是23元 这是罗生,他说他21.6有货 他说今天拆回头,他说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些股,我觉得其实你看一下 他今天那个走势是怎么做 如果你是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永远都是,你有赚就不要辨蝕了 因为其实这些高位,你看一下配股价是否穿 如果穿了的话,我都建议你应该是要退出一部分的钱 因为假设这些强势股,为什么要炒上来呢? 就是新能与车相关的一些概念 一路一路炒上来 单纯看它的业势,其实也不是太好用 反而现在是一个比较资金主导的情况 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穿上一些比较重大 特别是刚刚配完股的配股价 就对整体的走势来说就不会那么好 所以你们看着,要先订一个位置去做 特定的利益先 就是一个比较最低的底线 不要失踪那个配股价 如果失踪配股价,就真的应该要减少一些 而且他21.6买的,如果那个配股价 留意着23元,他也是有赚的 Dave说的那句话就是不要赚便舍 也很重要 还有心都不舒服 明明拿着赚 还有你也有些税位 可以留意着配股价23元 证明拿着